印度俨然就是国际战略中的强手获 即便是在极其明显失败的抗议策略和经济全面衰退前提下 新德里仍然是美欧眼里的香菠菠 一方面是西方各种战略峰会的座上宾 另一方面成为美欧军事策略合作伙伴 在印度洋上 印度海空军一直忙活着与美欧盟友们举行联合演习 在印美观察家看来 这是他们国家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提升的直接体现 但是华丽的外衣遮不出火一样的矛盾 印度冬里莫迪这两天真上火了 接连迎来三个坏消息 而且一个比一个闹心 第一个坏消息是疫情突然抬头 而且确诊病例数据再次翻倍上场 印度卫生部门28号报道 在过去24小时内 印度新增43654例新冠病例 与此同时 死亡病例也是比前一日提高了40%以上 更重要的是 美欧医学研究机构和相关专家基于印度疫情发展和德尔塔病毒的研究数据推断 印度很可能在近期爆发第三波疫情 如果判断最终被印证 那么对于印度经济的打击将是史无前例的 第二个坏消息是印度东北方爆发内战冲突 近日位于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和米索拉姆邦的警察爆发冲突 导致双方百余人死伤 另据当地官员称 纳加兰邦的警察也加入了作战 他们扬言与米索拉姆邦并肩战斗 同时梅加拉姆邦与阿萨姆邦的矛盾也在加速升级 双方警察和边民已经爆发肢体冲突 阿萨姆邦首席部长萨尔玛对今日印度表示 我们将誓死保卫阿萨姆邦每一寸土地 印媒报道还透露双方军警使用了自动武器和手榴弹 目前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至少有两个联兵力已经紧急介入 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印度东北部各邦之间以及他们与新德里之间的对立矛盾由来已久 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印度内部多重矛盾 也必然会让印度东北部各邦之间矛盾变得更加突出 印媒称阿萨姆邦和米索拉姆邦长期存在边界争端 本次冲突是两邦相邻地区紧张局势的高潮 实际上影响印度东北部稳定的包括一系列不利因素 而新德里却没有长期有效的应对和改善政策 就在莫迪政府为此犯愁的时候第三个坏消息来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来访 其以教师也子居 他28号对印度社会活动人士表示 加强民主的过程是痛苦的 有时是丑陋的 今年印度北方邦农民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 而今东北部各邦又时不时爆发内战冲突 布林肯的话既是弦外有因也是在当面施压 印度媒体分析称 美国是想用民主大棒压服新德里 然后让印度死心塌地地为美国战略服务 以便让印度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炮杯 很明显布林肯这次就是来当先锋 抡打棒的 而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 理查德·克拉克在7月28号访问印度之后 美国陆军参谋长詹姆斯 有长期听我观众 听众 你知道我先前讲过 在去年2020台海军演的时候 印度趁机会在 在西藏边境闹事嘛 双方对峙 那时候我不是提过五毒门的诅咒吗 五毒门的诅咒 结果印度马上就是爆发疫情 以及 以及那个 印度共产党 开始在闹事 然后接下来就是 印度对峙的时候 死了很多人 然后就撤军了 今年听说台海问题又紧绷 印度又来了 那时候我就提过五毒门的诅咒 可见 莫迪不信 他还是没搞清楚五毒门的诅咒 然后你现在看 他有没有诅咒吗 有没有诅咒吗 最重点的还不是美国在教训你 前面那段影片 不是美国在教训你 也不是新冠疫情 大爆发 也不是说爆发了本土病毒 死了这么多人 而且还研制出 印度德塔病毒 然后再灌给全世界 这还只是诅咒的一部分 最重要是印度开始内战 阿萨姆帮跟那个什么弥佐拉姆帮 叽叽歪歪帮 我也不知道 开战争夺领土开战 这让我有点想笑 好像中国的哪一个县跟哪一个县 为了哪一个省跟哪一个省 为了他们之间的领土在那边开战 这个 他们的那个县的边界 州的边界 竟然还是自己定的 这不奇怪 但为什么这个时候爆发 我提过很多是五毒门的诅咒 那莫迪可能坚决不信 我是假货呢 我是假三哥 我这个三哥是假的 怎么可能会印这个五毒门诅咒 这可见你没有看懂 你没有看懂先前新巴比伦跟 跟古埃及 我那时候提过这段历史 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出埃及 然后后来埃及又去追杀他们 然后这犹太人就跑到 那时候刚好亚述帝国崩解 他新巴比伦起来了 他跑到新巴比伦王那边去挑拨 说埃及要打进新巴比伦 那结果埃及军还真的来 但是埃及军目的是为了要抓犹太小鬼 结果巴比伦王就被挑拨了 就去跟埃及开战 结果一开战 大败 巴比伦大败 那埃及法老就一路追杀到巴比伦城 结果后面叛变 后面叛变 双方各自都有叛变 巴比伦王叛变 古埃及也叛变 那最后各自撤队 到最后大家才知道说有诅咒 要把这个犹太小鬼抓来西乌里 最后就西乌里关到巴比伦城去了 那时候我提过这个故事嘛 而且那是处于那个 谢行文字上面记载的 翻译出来就是那一场战争 然后在古埃及人那边也有记载 只是胜负都不讲 川芒不讲输赢 反正就是被诅咒了 还有什么好讲 你再讲输 为什么不讲输赢 因为如果你赢了你就完蛋了 所以既没输也没赢 但是就是仪式性的 就把它当做仪式性的 要过度回去 过度成仪式性 然后就结束了 不信邪的人就可以试试看 你不要说你是假三哥 他说我是假货我怎么可能 对啊你是假货 但是在我看来你莫敌 你以那个真货的义务你要付出 但是真货的好处 真货的功你没有 也就是你只能 你这个假三哥只能进真三哥的义务 但是享受不到真三哥的权利 享受不到 那为什么我要尽这个义务 我为什么要被诅咒 我当然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明明是假货 为什么还要 不过倒是可以暗示一件事 假做真实真亦假 真做假来假亦真 真做假来假亦真 关键是你把那个喇嘛给召回来了 那他就有一部分的那个 一部分的那个 那个 在运作了 那他一直以为那个喇嘛 就是那个 迎接那个西藏来的那个大和尚 那个达赖那个喇嘛 比一下那些活活 都是搞那合体双修的 跟那个婆罗门早期的比较原始的那种 比较很烂的那种习俗 刚开始那种习俗 很像嘛 所以就迎接他回来 以为那是蜜枝啊 你以为是蜜枝 看上去蜜枝可以合体双修 不是蜜枝是什么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莫迪 莫迪 那个时候几年前 让习跟他一起 习还陪他看 还找我们那个主席陪他看那个 两个两个很奇怪的那个 那个银佛 那个不知道那什么佛 在那边跳那个很奇怪的舞 有点就像是合体双修啊 那个印度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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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 那跳完之 看完之后 那时候我记得底下有人评论啊 就说苦了我们的主席了 陪陪莫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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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宝去看那个很难很难看的东西 我觉得不会很难看的 我觉得蛮好看的 两尊佛在那边背堆背不知道在干嘛 那个有点像合体双修的那种啊 还要展现他印度文化 那你就不知道 你迎接回来的这个佛哈 这个这个这个喇嘛那个佛 那就是可以造成诅咒的东西了 你就要尽真三哥的义务 但你不可以有真三哥的权利 为什么 因为你是假货啊 因为你只有那个密码啊 大圣佛教的跟小圣佛教的没有啊 那才是真三哥真正的功啊 中国的大圣佛教还有东南亚的小圣佛教都有 都有重点密码啊 而且我已经把它谱出来了 我谱出来了 而且我用科学的方式把它解释出来了 科学方式解释出来了 而且那我就不要讲了 要盖票绝对不能被有心人士知道 但是你迎接那个回去的那个 那个密支回去的那个喇嘛 就是诅咒的来源啊 你不知道啊 你想说那以前就是我们印度传到西藏去的嘛 对不对 那个是可以搞合体双修很爽的那一种 那你把它弄回来 你弄回来 那你要进义务了 那是淫佛 妖佛 那不是真佛 那是妖佛 妖佛你玩下去 你看看是密支还是苦支 现在 你印度继续派兵到中国边境没关系啊 这个五毒门的诅咒你继续玩嘛 你现在还只是阿萨姆邦现在是想要独立 所以才闹这件事情 他趁这个机会要独立了 所以才先开火看看你印度能力的印度中央政府有没有办法镇压嘛 他搞不定的话可能进一步的游戏就要来了 那就是继续诅啊 甚至疫情一直扩大那诅咒就会一直扩大 你继续派兵到中英边境没关系啊 你继续跟美国人搞那个没关系啊 尤其如果如果动到 两岸统一的时间的话 你那个诅咒更大 你印度一定分裂 印度一定分裂 那个诅咒你就没看懂啊 你去查一下谢行文字啦 看当时的故事到底怎么样 那个谢行文字翻译出来那个故事 我只是靠那个翻译而且只是那个知智片语 但是我大概已经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你一定是没看懂啊 而且你那些统治者啊 脑袋都没有这些知识的很可悲啊 那就继续搓那个诅咒 我一下看懂原来是这样啊 那原来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 如果你阻挡耽误中国的那个统一的话 你身上会有哦 因为之前为什么 连毛泽东都堵到了 中印边境战争那时候 这各位都知道啊 那个时候 中国就被破障男要放弃 因为你五毒门各自的特性的问题 你遇到这个诅咒会有不同的显现的方式 不同显现的方式 所以中国是会越打你的边界反而是向后面走 所以那时候毛泽东警棋就知道 不对劲啊周围都是包围 而且当时的中国战略环境你自己去查一下 然后越打会越难过 所以才对他那个时候对他那么客气 对尼赫鲁那么客气 然后还后退了 还后退 还要占便宜啊 所以你这个时候 莫迪又想要我要来啊 我就说他想学尼赫武嘛 我之前就提过 他就想要说 我再来挑事在那边赖子等你开枪 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啊 好像你没想到 你这个假货也会硬诅咒 那你最好耽误中国的统一时间没关系 那你真的会分裂我跟你讲 你真的会分裂 而且因为那个组 那个就是导过来在你身上 从你最弱的一面产生出来的特性 五毒门各有不同的诅咒特性 那你就不信就试试看 在真兵综艺边际试试看 看这个诅咒会不会印在你身上 那没搞清楚段况啊 假货啊 他以后我是假货没有问题 我知道你是假货 我知道你是假货 你确实是没有问题 你是假货 但是 你已经拿到真货的一样东西了 你就得先从义务开始进 你权力是没有的 所以我看 你看莫尼他现在用什么招式 为什么美国人敢这样一直 饥饿连杀 到现在还在还在搞他 因为他他用作弊的方式嘛 你看前面那个影片第三点 为什么美国人还敢指责他 民主是痛苦的是丑陋的 民主的过程是痛苦的是丑陋的 呃就是因为他在讲一件事情 就是你莫尼的选举 事实上是用我们美国的作弊那一套嘛 就像拜登曲线一样嘛 你是作弊上来的啊 当时你去年就应该落选了 就应该被印度人民拉掉的 你现在为什么能赖在上面 曾三哥一直堵着不给曾三哥歌曲卡 我之前也提过了 你再回去烦一烦火之鸟那一个 那你是用作弊的嘛 你现在印度的那种特色的那个拼盘 你有一些是真东西 有一些你掺的私货上去的嘛 那真东西他当然会诅咒啊 而且那个真东西刚好是那个凤凰的那个 拉出来的屎那一块 喇嘛 你怎么能不被诅咒啊 不信就算了继续诅 我看那个 可能之后那个阿萨姆帮闹出来 曼林普尔帮可能也要跑 所以他最近那个什么奥运他也是政治哈 唯一一个曼林普尔帮的那个女的印度的 拿到了银牌 全印度疯狂去捧哈 虽然说印度的奖牌少 但是他也不是不是没拿过金牌 也不是没拿过银牌 去上一届就有了 为什么全印度去捧 还要让他拍电影 然后免费吃免费喝 就是那个那个得奖牌的那个女的 全印度在捧 为什么 因为曼林普尔帮 做政治安抚 把它变成精神象征 不然曼林普尔帮会跟阿萨姆帮一样 也要开启那一战模式了 他也要抢夺他的领土 国中之国 幽灵出现了 你继续闹没关系 我是你莫敌 我现在马上出兵攻打台湾了 你信不信 为什么 你就讲好我帮你打台湾好了 你都不动 这样对我才有好处啊 因为被诅咒了 你不信你看你印度会不会分裂 你真的小心 你真的小心 所以你说我讲准不准吗 啊 虽然我没有那么花俏的语言 我没有那个 那个我的节目是很粗糙的在拍 但 而且很吵 还是在小孩吵闹当中在讲的 但你说我讲的准不准吗 我是你莫敌 我要大骂我要出兵攻打台湾了 因为为什么 你国民党当时还有民进党还跑来捧我莫敌 这就是诅咒跑不掉 你要小心 诅咒就是这样一步一步 站在身上的到时候一起发作的 你既然你不要讲我莫敌两个字 如果我是你莫敌的话 我不准国民党跟民进党讲印度两个字 不然我会被诅咒 你敢讲我就出兵攻打台湾 否刺你莫敌我就这么干了 你现在是要进真山科的义务 但是你没有真山科的权利 这真的是很可怜 因为你没智慧 最关键就是你没智慧 你没智慧 假印度人 没办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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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